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我现在稍微有点叛逆了 一看到那些批判宗教的陈词滥调就觉得特别扫兴 我原本以为西方学者对待宗教的态度会稍微开明一些 但是前段时间读了一些西方学者论述宗教的著作 我发现他们现在好像也是普遍地对宗教持一种彻底批判全盘否定的态度 讲真,虽然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我真的挺失望的 为什么呢,我说这话可能大家不太爱听 我就觉得现在的唯物主义者就感觉他们好像没法独立行走一样 必须得树立宗教这么一个敌人,这么一个靶子才能够明确自己的立场 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其他任何人 不过最近我确实读到了一本不错的书 这本书相较于我之前读的一些书来说真的是一股清流了 这是一本非常非常薄的书,名字叫做《没有上帝的宗教》 这本书的作者罗纳德·德沃金是美国著名法力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而这本书呢,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 这位作者对于宗教本身的思考 以及对于现代人应该如何看待宗教的思考 真的让我觉得耳目一醒 不过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形而上学 对于平时不怎么读哲学类著作的小伙伴来说 可能真的是非常的难啃 不过呢,不要紧,我会用最通俗的语言 给大家把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讲清楚的 《没有上帝的宗教》这本书是德沃金2011年 在瑞士博尔尼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主要探讨的是自由主义者的宗教问题 那什么是自由主义者的宗教问题 自由主义者的宗教问题又是怎么来的呢 了解历史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全都是政教合一的 宗教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 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呢 西方国家开始纷纷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近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 发生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殖民与后殖民 现代化、全球化等等一系列变革 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就是 理性代替了灵性 科学、法律代替了宗教 变化代替了稳定 世俗代替了神圣 这些变化正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 但是呢 这些变化也导致现代人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自以为是 以为凭借理性就可以征服世界 凭借科学就可以获得幸福 在整个20世纪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 也就是社会的二文主义 这三种意识形态一番混战 最后呢 自由主义胜出 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正像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说的那样 获胜的自由主义理想 正在推动人类走向长生不死 快乐幸福 并化身为神的过程当中 而当人类开始追求长生不死 快乐幸福化身为神时 就必然会导致后人文主义科技的出现 而一旦后人文主义科技出现 就很有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 前段时间我看了很多进化心理学相关的书 作者都是权威的科学家 然后我就发现 在这些权威科学家看来 不仅仅是人类的身体 就连人类的各种心理机制 各种欲望和想法 也都是通过随机的基因突变 加自然选择逐渐演化出来的 所以现在真的很多人都相信 总有一天通过科技的手段 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塑造自己的身体 还可以自己塑造自己的欲望和想法 到那时候我们不就等于掌握了幸福的开关吗 可问题是 假如罗米欧与朱利叶的开场 罗米欧可以自己决定爱上谁 并且即使决定了 也可以随时反悔重来 那这样一来 这出具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听起来很荒诞不是吗 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描绘的未来 所以一部分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 自由主义者对宗教意识形态 已经有点矫枉过正了 那自由主义者的宗教问题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中世纪的政教不分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 是一道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使他们对政教合一的恐惧 远远超过了对国家这个立伪坦的恐惧 所以他们主张严格的政教分离 主张宗教只能在被容忍的情况下存在 对宗教和人的灵性 采取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 但谁也不能否认 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的灵性 以及作为其反应的宗教 却是无处不在的 纵观现代人在精神上的严重匮乏 就直到是时候重新思考宗教问题了 而这也正是作者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德沃金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 德沃金认为宗教比上帝更深奥 就像他在书中说的那样 宗教乃是一种博大精深 卓尔不群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认为万物均有内在的客观价值 宇宙万物令人敬畏 而人的生命既蕴含着宇宙秩序 且富有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说 具有宗教世界观的人 认为一切存在并不仅仅是存在而已 还相信一切存在都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其中一部分人才会设想 会不会是某种超自然尸体创造出了这一切 所以信仰一位神 只是这种深奥世界观的一种可能表现形式和结果 众所周知 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宗教信仰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 但德沃金却认为 数以百万计的把自己看作无神论者的人 其实同样有信仰 他们的信仰和经历 与信徒认为的宗教性的信仰和经历大致相似 尽管他们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 但他们还是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力量 就比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科学偶像爱因斯坦 他就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价值弥散于整个宇宙之中 所以他们感到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要求自己活得有意义 并且对别人的生命给予应有的尊重 他们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而自豪 但有时也会为他们回想起来 觉得被浪费了的生命 承受一种无法平复的遗憾 所以德沃金认为 很多无神论者信的其实是一种无神论宗教 也就是说呀 宗教其实是一种信仰 一种价值取向 不一定非要假定一个或多个超自然的实体存在 德沃金认为 一种世界观只要满足以下这两个价值判断 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世界观 第一个判断是 认为人的生命是具有意义与重要性的 第二个判断是 大自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整个宇宙 它除了是一个客观事实 除了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之外 它还是崇高的 是具有内在价值和奇迹的 那宗教世界观和非宗教世界观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德沃金认为 非宗教的世界观认为啊 只有能被自然科学研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就比如啊 在非宗教的世界观看来 爱上一个人仅仅意味着 这个人可以刺激你分泌催产素 说一幅画美丽仅仅意味着这幅画可以刺激你的大脑 分泌多巴胺 而对善行与恶行的判断呢 其实就是看当绝大多数人都做出这一行为的时候 是否有利于整个种群的生存和繁衍 那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就发现了 因为非宗教世界观认为 只有能被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所以在非宗教世界观里 美丽 善良 公平等等这些价值都是伪命题 美不美 好不好这样的价值判断 只是用来描述物质如何变化的 而宗教的世界观则与之相反 宗教世界观认为 价值是切实存在的 也是根本的 并不仅仅是对其他事物的反应 通俗点来说就是 宗教世界观认为 幸福 正义 美啊等等等等 这些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一个事物美还是不美 不取决于它能否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即使你不分泌多巴胺 美也还是美的 即使你不分泌催产素 帅哥也还是帅的 即使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善行也还是善行 也就是说 价值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 是自然科学研究不了也解释不了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读科幻小说 喜欢读科幻小说的小伙伴 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节 就是在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场景中 往往会出现这么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 一种认为 人类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延续下去 只有延续下去了 一切价值才有意义 但另一种则认为 如果人类都要抛弃人性了 都要不计一切代价了 那还有什么必要延续下去呢 毁灭德了 这其实就是非宗教世界观 与宗教世界观的碰撞 宗教世界观就认为 价值是独立的 即使人类毁灭了 正义与美等等这些价值 依然存在于宇宙之中 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会死的 既然我们每个人类个体 到最后都会死 那人类这个群体 为什么就不能消亡呢 如果人类的消亡 捍卫了正义 捍卫了美这些价值 那人类消亡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充满意义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很多人看来 科学和宗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事物 那德沃金的这本书 厉害在哪里呢 其实就厉害在 它从理论上彻底调和了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 它就认为啊 任何一种宗教 包括传统宗教 其实都是由科学部分和价值部分 这两部分组成的 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心理阴影 导致现在自由主义者极其抵制宗教 但其实啊 我们应该抵制的并不是宗教 而是传统的有神论宗教 因为传统宗教的科学部分 无法支撑其价值部分 这些传统宗教都是假定一个神 假定一个上帝 来解释那些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问题 人类为什么存在呢 因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日月星辰为什么存在呢 因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因为传统宗教的科学部分 不是通过研究自然科学来完成的 而是通过假定一个上帝的存在 来完成的 所以传统宗教的价值部分 也必须依赖上帝的存在 只有上帝存在 我们积极努力的生活才有意义 只有上帝存在 我们做善行才有意义 为了不下地狱 所以我们才不应该去做某些事情 那这样一来 价值不就不再是独立的了吗 所以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本书的标题 没有上帝的宗教 如果我们不相信 有非物质的存在存在 认为只有能被自然科学 所研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认为掌握了所有物理规律 就能征服一切 得到幸福 早晚会自食恶果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急需一种宗教世界观 但传统宗教又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 没有上帝的宗教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 德沃金还谈论了自己 对于宗教自由 死亡和永生的看法 因为这本书是 作者生前的绝笔嘛 所以我还挺期待 看看他对这些问题 有什么想法的 可惜呢 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写完 因为跟他前面 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相比 这一部分就有点 过于陈词烂调了 那他是怎么看待永生的呢 无非就是我们脑死亡之后 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元素 这些量子 还会在宇宙中继续存在 还有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 可以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之类的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这也是我认为 这本书最大的欠缺之处 本来前半读的挺让人精神振奋的 但是读到后半 又让人陷入一种虚无感了 那么大家对这些灵魂的终极质问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鸣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